美军拥有11艘航空母 为何在伊朗声称要攻击以色列时 他们只能出动一艘呢 对于很多崇拜美国 或者说喜欢替美国吹牛的人来说 美军拥有11艘航空母舰 是一个巨大的军事优势 然而就在伊朗声称 要对以色列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 而美国又发誓要保卫以色列之际 而美军只派出了林肯号航母打击群 前往中东 此前美军不得不将正在太平洋执行任务的 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部署到中东 以代替超级部署回国的艾森卡维尔号航母战斗群 你可能会问 罗斯福号航母为何不在中东继续部署呢 答案是他们已经大大超过了部署周期 公开的资料显示 罗斯福号航母是在今年1月12日 从加州的圣迭戈启程 以基太平洋海域为活动目的地实施部署的 期间他们多次在东海南海海域冲没 在结束美日韩三方演习 通过马六甲海峡离开太平洋进入印度洋时 其部署时长已经有七个多月 时至今日 他们已经部署超过了200天 可以说罗斯福号航母之所以被部署到中东 更像是回国时路过此地 主要是弥补一下美军在中东的航母空窗期 该航母战斗群甚至都没敢进入红海 那你可能又要问了美军不是还有九艘核动力航母吗 为什么他们不赶紧派出几艘给伊朗点颜色看看呢 答案是美国海军根本就派不出来 你可能会非常羡慕美军的核动力航母 但是这种航母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到期就要靠港检修 特别是当他们涉及到核动力装置的维修保障问题时 是没有办法采用灵活措施的 一般人美军的核动力航母采用的是333模式 执行维修训练和部署循环 也就是说这11艘航母按正常规律只能出动3到4艘 但是基于美军航母编队整体严重老化的情况 再加上美国造船军工企业的拉垮维修能力 又让情况变得进一步复杂化 比如任何一艘核动力航母一次出动 只能部署三个月 然后要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靠港检修 但是由于航母不够用 美军往往选择让这些航母超期部署 结果就导致了恶性循环 比如美国海军布什号航母 上一次出动的部署时间长达265天 几乎超过了常规部署时间的三倍 而布鲁门号航母的部署周期更是长达285天 就连那艘还没有形成战斗力的最新型的福特号航母 也部署了260天 核动力航母是机器 就像我们家里开的轿车一样 你到期不维修就会磨损 甚至出现严重故障 因此长期部署回厂后需要进行维修的周期就越长 如果再遇到这些航母 在美国造船厂外面等待维修的情况 就将导致可用的航母越来越少 尤其是那些核动力装置老化 需要换装燃料的航母 那么他们一次进场维修几年都是很正常的 美国海军现在装备的全都是核动力航母 这一美军当年在海湾战争时期 派出5-6支航母战斗群围攻伊拉克的情况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因为当时美军的航空母舰 很多还是常规动力航母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这些常规动力航母就可以快速出动 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于2018年完成中期换料 所以现在正值壮年 因此这次就成为了唯一可以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 我们还可以盘点一下美军剩下的航母都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杜鲁门号原本是要退役的 但是由于肯尼迪号航母迟迟不能靠好 因此不得不进行为期十个月的延寿改装 艾森和尾尔号航母从红海超期部署之后 至少需要六个月以上的维修周期 而长期在亚洲地区部署的里根号航母回国后 在等着进行中期大修 还在它前面的还有斯坦尼斯号 布什号 估计没有一个一年半载是出不来的 尼米斯号不排除要报废 然而该舰由于新造的核动力航母 攻期延后不得不超期服役 华盛顿号和杜鲁门号目前处于训练中期 进行实战部署还差点火火 福特航母仍未形成战斗力 但是已经开始干脏活累活了 现在也需要回港保养 所以美军11艘航母之中 只有林肯号还处于部署周期 而且这一去中东 特别是进入红海 估计不被榨干 是不会被允许回国的 看到这样的情况 你还会羡慕美军的全核动力航母舰队吗 可以说核动力航母的优点与缺点并存 基于美国造船工业的衰落 他们的大麻烦恐怕还在后面